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海舟向我们介绍 今天他们将采取下面的一些步骤来展台工作 要查封 查设备 要保证矿井里面的通风排除有毒的有害的气体 同时进行瓦斯的相应的检测 而且整个过程 整个工作是对新情况全覆盖全面来进行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另外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除了这个医疗啊 善后组啊 正在做着先行的工作之外呢 国务院调查组 由安监 纪检 监察 全总等很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调查组呢 那么今天呢 将开始呢 这个进行全面的调查工作 他们将本着这个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进行 目前事故受伤人员的救治和遇险人员家属的救助工作 正在积极稳妥推进 108个事故善后处理包包组 以下到遇难困矿工家中进行了走访 并为108户遇险人员家里 每户送去100斤大米 20斤挂面 20斤鸡蛋 20斤豆油 贺矿集团总医院 新山医院 已接收65人住院治疗 经过全力抢救 6名重伤员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除了全力搜救另外4名失踪人员之外呢 矿难抢险工作人员 还在继续了解景下的通风情况 设备的损毁情况 以及检测瓦斯和一氧化碳的浓度 据我们了解 由全国总工会 以及黑龙江贺港两局工会 拨发的共计160万的慰问金 正在有计划的拨发到 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的手中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点30分呢 国务院黑龙江龙煤集团 贺港分公司 新兴煤矿1121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 调查组全体会议 在黑龙江省的贺港市召开 会议之后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 洛林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对事故的原因做出了初步分析 下一步的事故调查工作呢 我们要坚持尊重科学 我 好